同桌一百,同桌一百,主题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张老师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 21课小壁虎借尾巴 21小壁虎借尾巴 好,看这是什么小动物呢 小壁虎 这两个字谁能猜一猜 张笑语 壁虎 壁虎,壁这个字我们没有学过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看图猜出来了呀 是,我们再来看 诶,壁刚才认识了 又有一个没有学过的字 虎伯仙 墙壁 那你是怎么猜出来这个墙字的 看图 看后面的图 后面就有墙壁 大家读墙壁 墙壁 墙壁 像这种看图猜字 还有我们学过还有其他的猜字方法 我们来看 借助图画内容猜 读 借助图画内容猜 嗯,刚才我们猜字的方法就是第一条 还有巨形生字不见猜 巨形生字不见猜 巨形生字不见猜 巨就是根据的意思啊 联系生活实际猜 联系生活实际猜 结合上下文艺猜 结合上下文艺猜 哎,这四种方法呀 都是我们以前学这个咕咚来了 还有在一年级上次学过一个没有加拼音的课文 叫什么呀 小蜗牛 蜗牛 好,一年级上次有一篇课文 没有加拼音 这一课之前前面的咕咚 也很多字没有加拼音 我们学了这么多猜字的方法 希望同学们学这一课的时候 也要用这四种方法来把课文里的生字 不认识的字来猜一猜 好了,你自己打开课本 109页 自己用这上面的方法把课文读一读 不认识的字我们要猜一猜 好了,开始吧 好,听 我们来看第一段 谁把第一段给大家读一下 看你猜的怎么样 读的不准确 也不要紧 大家来给你纠正 好,听力 小蜜虎在墙角捉蚊子 小蛇咬住了他的尾巴 小蜜虎一跳 就捉尾巴逃走了 读的真准确 这里边有很多的生字 比如 小蜜虎在墙角捉蚊子 蚊子的蚊你怎么猜出来的 像蚊子是不是虫啊 它的偏旁是什么呀 虫字旁 右边是语文的蚊 我们就可以猜蚊子 这就是根据形声字的偏旁来猜出的这个字 再看下面 一条蛇咬住了他的尾巴 一条蛇 调 那蛇就是论什么呀 调 你可以根据生活实际 它是调论调的 一条蛇 然后咬住了他的尾巴 咬 是一个口 一个胶 一个胶 我们读 咬 再看 正断尾巴 逃跑 逃走了 正断 你也可以看图 看 把他的尾巴 蛇把他的尾巴怎么样啊 咬 咬断了 你也可以 一个是根据图意 也可以根据上下文 都来猜 它是正断 断 好 我们来读读下面的四个生字 读 文 咬 小 小 断 看 如果给咬组词的话 我们可以组什么呀 读一下 谁来读 王子清 丁咬 嗯对 咬牙 咬手 还有吗 好 你坐下 你来说 咬住 咬住 好的 你来说 咬掉 好的 多组词 你都能理解这个字的意思 也能认识更多的字 看第二段 学来给大家读一下 你来读 没有尾巴 多难看啊 小屁股想 像谁 这条尾巴咯 这是什么符号 感叉 感叉 哦 他自己心里边想的 我们要有很重的语气读 没有尾巴 多难看呢 读 没有尾巴 多难看呢 我看见你们 把眉头都皱起来了 读得真好 小屁股想 躲 像谁 借一条尾巴呢 把这个字不能去掉啊 再来 像谁 去借一条尾巴呢 他在思考 他在想 他在自己问 自己 他在 自言 自语 好了 谁能把第一自然的和第二自然的通照来读一下 这是故事的起因呢 那笑语 小屁股在墙壮捉蚊子 一条蛇绕住了他的尾巴 小屁股一正 正端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 多难看啊 小屁股想 向谁 去借一条尾巴呢 读得可真好 他都是要向谁去借尾巴了呢 看 谁来说说 小屁股向谁借尾巴 王子清 小屁股向小鱼姐姐 牛伯伯和燕子阿姨借尾巴 你说得可真好 大家一起说 小屁股向小鱼姐姐 牛伯伯和燕子阿姨借尾巴 好的 我们要学会说话 怎么把说话说的既简洁又明白又清楚 小屁股爬呀爬 小屁股爬呀爬 爬到小河边 谁能接着读 牛伯伯和燕子阿姨借尾巴 他看见小鱼 到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 小屁股说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泼水呢 嗯你读的也不错请坐 那谁能够用签笔 把小壁虎说的话用横线画出来 小鱼说的话用波浪线画出来 你能找到吗 好看老师的课件 红色的字是谁说的话 小壁虎 也就是你画直线的内容 那能画到引号外边吗 不可以 波浪线画的是蓝色的 谁来当小壁虎 谁来当小鱼 我来读提示语的部分 好 这个刘亦瑶你来读小壁虎的话 你来读小鱼姐姐的话 盈利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小河边 他看见小鱼摇着尾巴 在河里游来游去 小壁虎说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泼水呢 读得可真好 请坐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大树上 他又给谁借尾巴了呢 王子千你来读 他看见老牛甩着尾巴 在树下吃草 小壁虎说 牛伯伯 你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老牛说 不行啊 我还要用尾巴看羊子呢 哦 你读得也很准确 但是小壁虎说的话 牛伯伯 你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就像小孩读的 如果老牛的话 你能找到老牛的话吗 那你觉得老亭的话应该怎么读 老牛是谁啊 老牛是牛伯伯 他是个伯伯 牛羊你来试试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看羊子呢 声音很粗 还爱再试试 赵一鸣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看羊子呢 好 我们再来分角色读 赵一鸣 你就读老牛的话 听力 你来读小壁虎的话 大家来读提示语 小壁虎爬呀爬开始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大树上 他看见老牛甩着尾巴 在树下吃草 小壁虎说 牛伯伯 你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老牛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改羊子呢 为他们两个为自己鼓鼓掌嘛 读得可真是太好了 好请坐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防颜下 你看这幅图哪是防颜呢 对 黑色的下面 这就是防颜 好我们读防颜 防颜 爬到防颜下 爬到防颜下 小壁虎和燕子又说了什么话呢 谁来分角色 直接给大家读一读 好 找一只小燕子 张笑语 平立你还是小壁虎 行吗 然后呢 让湖泊轩你来做作者的话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防颜下 他看见燕子摆着尾巴 在空中飞来飞去 小壁虎说 燕子阿姨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燕子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请坐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防颜下 也没有借到尾巴 看 鱼的尾巴要干什么呀 拨水 鱼的尾巴要拨水 老牛的尾巴 盖羊子 燕子的尾巴 掌握方向 再看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了树林里 看见谁了吗 小猴子 如果叫小猴子的话 有可能叫什么呀 小猴 小猴哥哥 看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树林里 他看见 猴哥哥怎么做 他们怎么说的话呢 王子清 他看见猴哥哥 猴哥哥在树枝上荡秋千 小壁虎说 猴哥哥 你把尾巴 你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猴说 不行啊 我还要用尾巴荡秋千呢 你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跟他不一样的 胡伯先试试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树林里 他看见猴哥哥 在用尾巴挂住树枝荡秋千呢 荡秋千还可以说是荡来荡去 小壁虎说 小壁虎说 猴哥哥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你看啊 这个小壁虎有礼貌 他加上了您 接着说 小猴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荡秋千呢 嗯 真好 小猴也不借给他 看小壁虎爬呀爬 他爬到了动物园里 看到了谁呢 我们说 小兔姐姐 松鼠妹妹 松鼠妹妹也行 孔雀哥哥或者是孔雀叔叔 还有谁 老鼠弟弟 那他们的尾巴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小兔的尾巴在紧急情况下 帮助兔子逃命 松鼠的尾巴在树枝间跳跃时 起平衡作用 睡觉时 等被子 孔雀 于危险时 会张开羽毛 吓唬敌人 其实啊 孔雀的这个尾巴呢 他还有找女朋友的作用呢 你看 小老鼠的 协助攀爬 救生 散热 取食 那就是说老鼠的尾巴 用出可多可多了 如果小壁虎遇到这些小动物 他怎么向这些小动物 见尾巴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其中一个小动物 自己说说 自己练练 开始吧 对 我们听见有的同学说的非常好啊 小壁虎爬呀爬 就用课本里的语言 爬到动物园里 看见谁 怎么说的 人家怎么又说的 还要问他 全体卡到 徒园 你 他同学说 小壁虎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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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小壁虎爬 三三百种 好平 我们不再一一汇报 相信同学们自己能够防照课本的语言 能说的非常好 非常好 当然了 老师提供的这些材料呢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样 去说 你们看 这一课要学的词语 快速读一下 您好 我不是 我不是 傻孩子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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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傻孩子 看 刚才这些词语啊 它是一次出现的 你看看能不能 很快的跟它的速度赶上去 眼尖 嘴快 你再来一次 出试一次啊 你要快速读啊 开始 您好 我不是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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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鼻子 真是读的又快又准 好 我们来看 只有了声字 谁才读 刘亦遥 您拨甩防转感傻 挺立 您拨甩防转感傻 您拨甩防转感傻 哎 敢再读 敢 一起读 您拨 拨 拨 甩 敢 傻 你拨 你读声字的时候 可以顺着读 还可以倒着读 再可以自己 横着读了之后 还可以竖着读 打乱顺去读 让自己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些生字的读音 一定要认读 好 看 小壁虎爬亚爬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两页礼物 想知道是什么礼物吗 我们来看 夺他的字音 爬 再夺 爬 房 这一刻我们要写好几个字 但是呢老师认为爬和房比较难写 看爬这个字 爪加上尾巴的 巴 爪 这是短撇 要平一点 这一撇是什么呢 竖撇 先竖 后撇出来 这一竖要长长的 再看 第四笔那 起笔位置 在什么地方 竖上 哎 那 那像个什么呀 那 那有点像滑梯 对不对 对 尾巴的巴就像个小宝宝 正好 坐在滑梯上 看到了吗 找准小巴的位置 再看房 半包围结构 什么头 护字头 坐字头 看这个护字头 把下边全盖住了吗 没有 盖住了一部分 所以说 点 横 撇 横 折 对 注意笔顺 好了 同学们写字的时候 注意坐姿和直笔姿 相信你能写的既正确又漂亮 好 这一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